好 再來看到花蓮分局貨報 南兵公園內有男子遭多人攻擊 警方趕到現場發現一位流姓男子被打傷 男子向警方表示 因為跟債主談判 才被多人圍毆成傷 警方隨機也往歹徒方議方向 追起 就在路旁發現 教唆商人的誠信債主遭同伴丟包 警方上前攔查 這名男子還假裝在運動入跑 結果當然是被警方釋破 帶回警察局 救護人員幫住在地上的 男子包扎傷口 因為這名男子才剛被一群人持滾棒攻擊 被打傷的流姓男子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花蓮分局21號下午接獲通報 南兵公園內有名男子遭多人攻擊 警方到場被打傷的男子指出歹徒逃逸方向 遠景立即駕車追捕 范嫌還假裝是在運動入跑 給我停下來 給我站著 叫你跑 對啊 跑步啊 跑你頭啦 站著 其他人 要不然信心要不然逮捕你喔 一名在場男子稱 其先嫌與人有糾紛 對方相約到公園調解 不料卻遭毆打呈傷 遠景旋及一被害人現場指數 立即尋現將涉嫌人全數棄貨並代案爭取 跑什麼 敢做不敢當跑什麼 落跑裝路跑被眼尖的遠景識破 警方接著巡線將動手打人的一干人等 通通找到帶回 偵訊後依傷害及妨害秩序等罪嫌 韓宋遞檢署偵辦 記者學弟勤 華聯報道 記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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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